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体机能也逐渐从顶盛走向衰老 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衰老的速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在生活中 有些相同年纪的老人 身体状态相差很大 曾有美国的科研机构 对与人类最为相似的猴类做出实验 而内容就是每天的进食量与寿命之间的关系 并且实验时间长达20年 具体内容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研究发现 饭量减少和寿命的关系 在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 科学家及其同事 对于恒河猴的多项研究结果综合分析 认为降低进食量可以延年益寿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 有很多外国大学以恒河猴为对象 展开了两项独立长期研究 通过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 研究选择恒河猴为对象的原因 是人类是人类与恒河猴有90%的基因相同 衰老方式的一致 通过研究发现 得知大约每天进食量减少 30%的猴子 最长寿命可以到达43岁左右 已经超过了该猴群平均寿命的20岁 30岁后外貌和行为 并不会出现衰老的痕迹 最减少进食量的恒河猴 不仅外表更加年轻 而且身体比较健康 心脏疾病的发病率 也降低了50%左右 而糖尿病发病率为0% 从七分饱到十分饱 是什么感觉 从每一个人体的健康来说 吃七分饱 有助于身体当中胃肠道的蠕动 并不会给胃部和肠胃道 造成非常严重的消化压力 所以自身的感觉比较良好和舒适 七分饱 给胃部的感觉是还没有时刻填满 但是对于食物的热情 已经有所下降 主动进食的速度 也会明显地变慢 但是这个时候 人体也会习惯性地想吃一些食物 如果不把食物撤走 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 如果胃里已经感觉满了 但是最后也不难受 遇到合胃口的食物 嘴上还是很想吃 这样的感觉就是八分饱 如果感觉还可以勉强吃几口 但每一口都感觉胃在膨胀 说明已经吃了九分饱 对于老年人来讲 每天吃七分饱 不仅可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 对于身体的健康也有利于 同时也有助于心理健康 血糖指数的稳定 也可以更好的控制热量的摄入 长期坚持七分饱 也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 日本人不爱运动却最长寿 是因为吃的少吗 在全球来看 日本人的总体平均寿命排名第一 而他们女性的寿命在87岁左右 男性的寿命在81岁左右 在纽约到全球健康当中 全球不爱运动的国家里 日本排在了第11位 而有六成的日本人 都不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运动 吃的分量少 日本人一日三餐的饭非常简单 一般就是几片生菜和几块肉 米饭和汤就完事了 但是和我们中国人相比 他们的饭量确实很小 就算是劳动人的分量 也非常小 而且日本人吃饭的速度比较慢 每一口都要细嚼慢咽 食物种类丰富 日本人的健康饮食目标 就是一天一定要多吃几种食材 虽然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很少 但是他们的种类丰富 像蔬菜 肉 豆类 鱼 水果 米面都有 而且每顿饭都可以摄入身体当中 各个机构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少油 大家很少看到 日本人在炒菜时会放入大量的油 大部分都是清蒸或水煮 以及凉拌这几种方式 既保留了食物的原汁原味 也对于自己的健康十分有益 日本人喜欢吃鱼 日本属于四面环海 所以每顿饭他们都少不了海产品 而且他们认为经常吃的鱼肉 对身体的健康有一好处 日本人每年每人吃鱼的量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公斤 海鱼当中营养十分有益健康 所以他们喜欢吃一些海产品 而且这些食物当中 所含有的微量元素 以及食物纤维 都可以补充食品当中 各个器官所需要的大量营养物质 老年人除了控制进食量 食物搭配也需要讲究 比如老年人喝的粥 以及吃的蔬菜比较多 那么摄入的能量就会比较低 所以这时大家可以选择吃八分饱 由于胃肠道的消化蠕动速度 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所以大家吃点容易消化的食物 饭后通过散步等运动 都可以快速地排空胃肠道 对于人体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如果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吃一些压缩饼干 肉类 豆制品 鸡蛋 油炸食品等 那么吃七分饱 对于老年人来说 是可能导致输入的热量严重超标 所以食材的搭配和抑郁分散 也有关系 建议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吃饭时一定要注意 细嚼慢咽 一来可以好好地利用牙齿 进行咀嚼 延长进食的时间 有助于胃肠道的消化 更重要的是 可以促进身体当中血糖的回升 从而会更容易 让人产生一种饱腹感 如果进食太快 就会导致腹部出现撑的现象 而且上海感觉美宝的假象出现 过了周年后 想要延长寿命 应该怎样吃 早晚适当搭配全穀物主食 在这项研究当中 给出的食谱里 就会有增加全穀物的摄入量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 可以在早晚的主食当中 替换出一半的精致主食 因为有一项研究表明 每天吃一半的穀物 可以降低心脑血管 以及癌症的死亡率 而且适当摄入的全穀物食物 可以降低得了冠心病 心脑血管疾病 和中风的风险来临 也可以降低一些疾病死亡率 因此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 健康吃肉 有很多人会被一些 错误的信息所扰乱 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 比如说有很多人说 过了中年一定要少吃肉 肉吃多了会引发肥胖 和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脂肪肝的来临 主要就是脂肪的摄入量 逐渐变高 而到了中年以后 人体对于一些营养素的需求 会逐渐增加 如果不能保证营养摄入平衡 那么会导致身体当中的各个器官 出现营养失衡的现象 从而会引起身体 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并不利于健康 也不利于长寿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